打每一個電話 我問你半飯碼 行論尼納新區大廈 銀行著大書落下 彈彈我喝酒家 我紐尼吉 第一道起了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2M898 的 Tommy 我知道剛剛加拿大出了一些最新的消息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了我們 加拿大的移民顧問 跟我們直接去講這個最 up to date 的 policy 在我們給Ina出來之前 大家記住 如果覺得我們的資訊有用的話 follow我們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變成一有最新的資訊 可以立刻通知你們 好 我現在試試將Ina彈出來 好 Hello Ina 你好 Hello 你好 非常好 謝謝你 你抽時間來跟我們聊天 喏 因為你跟我們有一點時間 你那邊就應該剛剛是這個 policy的第二天 所以我也想看看你會不會可以給多一點 insight 或者說一說給我們聽 那個 policy其實是如何能夠利益到我們香港人的呢? 其實2020年11月 加拿大移民部長公佈了一個 專為香港年輕人的特別通道 將會公佈 其實大家都在等著去宣佈一些細節 到了前幾天 2月4日 這個政策的細節就公佈了 主要其實是分開三部份的 第一部份是針對過去五年 有完成大專學歷或者畢業的香港人 但是他一定要持有香港護照或者BNO護照 讀的學校 不限於加拿大其他國家都可以的 那麼他最多就可以申請到一個三年的open work permit 就是不指定的僱主和不是指定的職位 這樣子 第二個要求就是學歷的部分 那就是大專以上畢業 那就是要兩年制 或者是Degree Master 或者PhD 一年大專或者一年的文憑是不合規格的 第三部份就是時間計算 你就必須在2月8日即前兩天 去申請這個open work permit 這樣子 畢業的時間最早就是推算 2016年2月8日之後畢業的人才符合申請條件 申請方式就是在網上 2月8日之後你就開始提交申請 總括來說就是三年的work permit 那你就可以過來加拿大工作 去找你適合你心水的工作去做 那這個policy有一個expire date 就是說申請時間去到2023年2月7日的截止 那跟著再講下去就是另外第二和第三部份 which is 還未開始公佈的細節 第二部份那個就是針對有加拿大境內工作經驗的 第三部份就是針對有加拿大學歷的人士 那加拿大政府其實想聘請的都是青年人 那相對的年齡、學歷和英文要求 就要等加拿大政府稍後再公佈才會知道 OK OK 那我們聊聊天 那剛才你也很概括說了整個policy出了 那就是一個quick summary 就是其實first part 就已經ready了 就你要去服用application 你有五年內有畢業後就可以去apply 接著之後就會有work permit給你 但是第二、第三部份因為它還沒出 所以變成我們都 之前的black and white是些什麼 那就先這樣住 但是也要等它真的有些實質例子出來才可以作準 是的 第二、第三部份其實它就直接是一個可以申請永居的申請 不需要再工作或者讀書了 但是要等它再發出出來 完全明白 那也想說說這個policy 就是兩天很新鮮 那其實這個項目是最有利益到哪一類型的香港人的呢? 剛剛畢業的加拿大 香港年輕人 是 因為他們那些 需不需要有要去做學歷認證那些東西? 需要的 所有非加拿大拿到的學位的話 都需要做學歷認證的 OK 明白 因為剛才也有提過的 不過也想問多一次 因為很多客人都問我們 有沒有稅數的restriction 在畢業那裡? 第一部份是沒有的 OK 非常好 簡單來說 你任何稅數 只需要在大專學位兩年以上的課程 是的 過去五年前的 within 這些五年畢業的 都可以去申請這個work permit 也可以申請 OK 那都 先戴著頭盔 因為始終還沒出第二、第三 但是以現在的狀態 當我真是一個 當40上 我剛剛兩年前讀了一位 master 嗯 那就 qualify了 是不是? 拿完了 申請了 work permit 那我是應該 就要等第二 policy 就是第二個 他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立刻申請必要的 但是如果沒有第二部分的話 我可不可以申請給我做pr 可以的 你可以走加拿大其他途徑 譬如可能 express entry 或者是省提名 只要9分數 被抽上都可以 明白 那就是簡單來說 其實如果不關香港的 policy 其實你也可以照樣去做申請的 但是就看看你的分數夠不夠 因為你說到 express entry 一定是計分制的 那即使你有高學力也好 但是歲數困住就變成分數未必夠 那我們看看會不會有其他方法可以幫他加分 但是我們說回這個香港人的 因為始終第二第三部分 沒有一個black and white chair 那我們都不敢去promise 那些觀眾任何事情的 不過 現在是可以開始 apply work permit 的情況 如果想的話都未常不好 因為之前要申請 work permit 你一定要有份工才可以申請的 又或者你在加拿大讀完書才可以申請的 但是這個就是 benefit 到我們的香港人 你在香港讀完書 你也可以在加拿大那邊做的 所以這個是真的優惠我們香港人的 那好吧 那我也想問第二條問題 那些客人都會問我們 哇這個這麼想有沒有稅數限制 那我現在立刻去申請讀 diploma 那又行不行呢? 又會不會 forward to this category 呢? 首先這個 diploma 要兩年以上 但是這個 public policy 的 effective date 就 expires 就是 2023 年 2 月就到期了 所以你讀完這個 diploma 之後 其實就已經講不及了 哦 因為你要畢業 你還要做過學歷認證 明白 學歷認證也要30個 working days 最快 那因為這個你在加拿大讀書還需要做嗎? 在加拿大本地就不需要 OK 好 那麼 這個 case 如果你在香港讀 讀過 diploma 就可以做過學歷認證 也有些市面上可能有一年 top up 的 master 或者 degree whatever 這些因為我不可以代表加拿大政府去 confirm 因為他們怎麼看你的學歷呢? 是 by 你的 WES 即是那個 機構給你做的 是的 審查你的學歷的機構 那麼那個機構只不過是看回你香港讀這個課程 是 equivalent to 加拿大的什麼課程 那麼如果你 fall into that category 那麼你就可以申請了 所以變了如果一些 就是你們如果想去報讀課程之前呢 其實可以 check 一 check 了先的 就是你不要讀完每一年之後 誰知道最後你申請學歷認證的時候 誰知道原來不 qualify 那麼你就浪費了自己的時間了 那麼第二個 option呢 就是 可以報讀去加拿大讀呢? Ina 你覺得嗎? 剛剛疾了 聽不到你的問題 沒有問題 如果真的報讀去加拿大的話 你覺得可以嗎? 報讀去加拿大也可以的 但是時間範圍是不是都很緊呢? 很緊迫 會比較緊 你要找到那些兩年的讀書 或者是有一些一年 通常都是一年多的 可能會時間上無法配合 所以現在這個政策出來就是 想推廣給一些已經有這個學歷的人 想吸引他們現在就過來 明白 明白 就是簡單來說 如果那些客人真的想用讀書的途徑 去拿這個work permit的話呢 其實可以在香港讀 反而時間可能會比較少 因為其實今天都已經2月10日了 那麼很多課程的deadline 9月開學都已經通過了 所以變成真的要探索這個時間範圍的話呢 要靠自己 靠你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塞進去 還有 要確保那個課程 是一個加拿大認可的大專畫以上的課程 那麼這裡大致上就提到大家了 那麼 最後我也可以說的 那麼我們的policy 就是2月8日2021年呢 就正式啟動了 那麼其實我也看到 在網上看到一些人已經是做了一個application 已經在等著了 那麼也提到 2023年 2月7日 是這個first part 的deadline 因為加拿大的移民項目呢 經常都變成的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 但是日期會不會將來的日期會不會會提到 我現在不能回答你 不過現在告訴你 在這個日期裡面 如果你是能夠夠滿足 剛剛所說的學歷的認證的話 你就可以申請這個work climate 那麼我猜應該可能過了一會兒 你猜大概多久呢? 因為上次11月就公布了 然後就說 年初 那麼現在就2月初就已經有個black and white 你會不會有些 insight 猜到 part 2 3大概多少 我想推算應該是年中左右 年中應該會有些information出來的 嗯 那麼如果大家客戶是能等的情況下呢? 那麼首先apply 了這個先 因為你沒有這個work permit 你過不了去做事 那麼你就沒有之後那個 就是permanent residence的那個option 那麼所以先做了這一部分 那麼 by the time 你申請到的study permit 或者一個work permit 那麼再看看第二部分出來 你會不會 fulfill 到 那麼我覺得這些 一些未常不可以去嘗試的事情 嗯 OK 那麼有沒有事情要再跟我們去更新 Aina 關於這個program 想提醒大家就是說 如果護照快要到期的話 那就換了護照才去申請公簽 那麼跟著就算公簽批約之後 也要留意回加拿大當時的入境條例 那麼因為時時在這裏改變 因為這個covid 的原因 所以要看看入境條例怎樣 才好買機票過來 OK 那麼大家聽著記著留意 那麼今天謝謝Aina 那麼我們有些什麼事呢? 那麼我們會隨時說談Aina的了 那麼好了 謝謝我們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